現在我們已經來到觀塘 廣場的集合點 這個第一屆的會員犯罪 犯罪? 其實就是我當時大概在四月 還是五月就看Twitch的 幾個會員 即是有訂閱到的 有訂閱到的話我都會跟他說 要不要參加第一屆會員的食飯聚會 基本上都有問 大部份都問了 這就是第一屆的食飯條件 然後未來也會搞第二屆 第二屆應該是Youtube會員 不是Twitch那邊 在這裡也分享一個比較搞笑的經歷 首先大家會看到我這裡 有一堆的禮物 這個其實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各位 即是在第一屆有出席的 我都會寫了一封感謝信給他 親自寫封感謝信 手寫的感謝信 這些就是信封用到的貼紙 其實這裡搞了一個很有趣的大頭罰出來 就是大家看到這裡 那個顏色 不是 那個信封就是當時我給他們的信封 我因為看回 其實大概有六個還是七個 那我就買了七包 誰知道原來我沒有看到 原來裡面是寫著有八封的 對 八封的郵件 那就是說 換言之我這裡 還有大概十多封的信封 還可以寫的 應該第二屆都是用這些信封 而這些貼紙都會循環作用 沒錯 那這個是第一屆的事件 然後也做過宣傳 第二屆都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 Youtube 會員就可以了 那 可能你想說我未必吃 都沒問題的 你可以照裝著會員才可以的 那等遲些有機會的話 就見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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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